過去一年來美國各地機場多次差點發生事故 為此聯邦航空總署15號宣布 將對45座機場展開審查 找出問題原因 今年9月一架阿拉斯加航空班機 準備從田納西州機場起飛 卻差點和同時間正在跑道滑行的新南航空發生碰撞 緊急下車造成輪胎爆胎 這並非個案 因為就在前一年奧斯蒂機場也發生類似事故 全美國機場意外連環爆 光是過去一年像是這樣差點撞上的驚魂劑 就上演十多次 不過在聯邦航空總署 同時還有另一個危機同步登場 因為美國各地機場的航空管支援 不但嚴重不足且工作過勞 就算硬體問題得以解決 人力資源如果沒有配套 恐怕還會出現空岸性危機 這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要升級的數據 我們要先加速的 電視次回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